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要帮同学复习国中国文汇卡里面的语文知识对联的部分 在读对联的时候有哪些重点呢 老师提醒同学注意三个部分 第一个是对联要怎么对 第二个是对联要怎么放 第三个那对联要放在哪呢 如果厘清楚这三个问题 我相信对联这个内容你应该就会很熟悉了 首先先针对对联怎么对来做说明 两句话成一联 所以当上句跟下句的字数相同 词性也相同 如果能够做到凭着相对而两句的句意都能够与要使用的场所或事件来符合的话 它就会是一个完美的对联 不多说 老师放了三连的练习让同学来配对看看 请你坐在电脑前面就可以来连连看 你认为谁跟谁是上下可以互配的对联呢 老师倒数十秒钟 还有五秒 三 二 一 正确的解答 同学你答对了吗 我们来细看这三复对联 首先你会注意到一元复始万项更新 只有他们是字数相同都只有四个字 其他都是五个字 那再来的是你会确定一对万都是数字 词性也相对 所以可以确定一元复始对万项更新 那接下来的两连都是五个字的 那谁跟谁可以互相搭配呢 你有注意到春风跟阳光 它们都是名词的结构吗 那你再注意到下面 纵弹跟动辙都是副词动词的结构 而后面接的是中外式 还有古今情 词性也能够搭配 于是你可以确定下面两连 下面两句是互相配对的对联 而阳光照宝地就对春风扶新居 照跟扶都是动词 那宝地对新居是形容词名词的结构 所以对联怎么对 请同学注意 字数要相同 词性要相同 而凭词要相对 那当然同学能够抓到字数相同 凭词词性也相同 其实大概就能够找出相配对的对联了 第二个部分老师要介绍对联怎么放 对联怎么放呢 同学请记得这两个四字诀 右上左下 这起平收 当我们面对 我们人在屋子外面 我们面对门的时候 我们的右手边 都会放着上连 我们的左手边 就会是下连 那一连有两句话 怎么知道谁是上连 谁是下连 谁该摆右边 谁该摆左边呢 请注意 对联的最后一个字 最后一个字 如果是这声 它就会是上连 最后一个字 如果是平声 它就会是下连 所以右上左下 右边摆上连 左边摆下连 而这起平收 上连最后一个字 这声 下连最后一个字 平声 那平这又该如何分呢 基本上 国语里头的一二声 就是平声 国语里头的三四声 就归为这声 不过在古代有入声字 入声字在古代归为这声 而我们现在国语里头 这些入声字 有一些被归在平声里 那这个老师今天不处理 如果同学有兴趣 可以去问Google大神 哪些是入声字 或者问你的国文老师 相信都可以得到 妥善的解答 好 所以一元复始 万上更新 就应该要这样摆 为什么呢 同学有注意到 一元复始的始 是三声 那它就是这声 它应该要摆在右边 上连 万上更新的心 它是平声 那它就应该摆在 右上左下 然后遮起平收的左侧 那通常呢 门上面叫做横批 那我们会放 根据这个对联 内容相符的文字 比如说 那就可以放喜迎新春 好的 前面老师说明了 对联该怎么对 对联该怎么放 最后一个重点 我们要处理 对联要放在哪 对联是非常具有 实用性跟生活化的 的语文知识 所以呢 它其实都出现在 我们的生活中 如果你去孔庙拜拜 你到官地庙拜拜 你都会看到 营柱上有对联 有一些水果行 戏剧院 它外面也有对联 那么医院或者是立委 像这样职业 外面也是会放对联的 那有一些大家族 他的房子很大 里面有花园 有书房 有厅堂 像这些场所 居家的场所 里面也可能会放着对联 那老师呢 教同学对联放在哪 我们就找关键字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 去了孔庙 那这间庙是拜孔子的 跟孔子有关的关键字 就会是放在对联 就会是放在孔庙 对联上的文字 比如说 诸水 寺水 跟信坛 是孔子曾经讲学的地方 或者是春秋经 是孔子所作 而孔子又被称为 至圣先师 或者是万事师表 像这样的关键字 都会是出现在孔庙前的对联 所以诸水 寺水文章朝日月 信坛礼乐 冠华仪 像这样子的对联 就会是放在孔庙的对联 那关帝庙呢 是拜关羽的 而关羽他讲义气 他有青龙掩月刀 他拥有赤兔马 他喜欢读孔子做的春秋经 比如说 像东照山的关帝庙 他手捧着书 这一本书就是春秋经 像这一类的关键字 只要是放在对联上 那我们就可以推测 这个对联是放在关帝庙的对联 所以像这个 青灯观青史 着眼在春秋二字 赤面表赤心 满腔存汉顶三分 同学可以在里面看到春秋 看到赤心跟汉顶三分的关键字 当然啦 呃 关羽他是红脸嘛 所以叫做赤面 这一些关键字都只设着关羽 好 所以我们可以确定 这样子的对联 是放在关帝庙的对联 成皇庙也是试卷里面喜欢考的 那成皇他是守护一座城的守护神 那其实就是城墙跟城门 他把善人放进来 把坏人阻挡在城墙跟城门之外 所以这个守护神 他分辨的是这个人正邪或者是善恶 所以正邪善恶就会出现在 城皇庙的对联上 好 这是关键字 所以比如像这一个对联 这副对联 善有此地心无愧 恶过我们胆自寒 那你会注意到关键字有善恶 他就有可能是放在城皇庙的 银柱上的对联 好的 今天我们针对对联怎么对 怎么放 放在哪里 做了一些说明 那么希望同学金友老师将近十分钟的解说 可以对对联这个语文知识 有更多的掌握 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观看